大家好 我是Tim哥 今天3月4號 我們來看哪三則科技福報 本影片由傑昇通信贊助播出 看第一則 先前我傳出Google下一代的 智慧表Pixel Watch 3 會推出兩個尺寸 首度加入大尺寸版本 那外媒他就說 因為前兩代的Pixel Watch 跟Pixel Watch 2 其實有不錯的使用評價 但是有用戶就說 只有41公里的尺寸 但他們就希望說 在Pixel Watch 3 可以加入45公里尺寸的版本 就變成有大跟小 另外一個版本就是我剛講 就是41公里的 那以蘋果來說 他也是兩個尺寸選擇 像以Apple Watch S9 他就有41跟45的兩個規格 另外外媒也說 其實Google也正在開發 Pixel Buds Pro 2 由於現在在賣的Pixel Buds Pro 是2022年推出的 去年只有進行功能的升級 跟加薪的顏色 因此Pixel Buds Pro 2 今年的亮相 也是機會非常高的 第二次 根據行內的消息人士說 他提供了一個CAD的渲染圖 然後可以確認iPhone SE 4 會採用一個6.1吋的螢幕 相比Home鍵 iPhone SE 5G 4.7吋 比起來就是一個巨大的升級 從這個渲染圖可以看到說 iPhone SE 4 採用了類似iPhone 13 14的瀏海螢幕設計 搭配Face ID的臉部辨識功能 相機的部分 一樣就是 維持跟前一代單鏡頭的方案 尺寸看起來就跟iPhone 13跟iPhone 14相似 這印證的外媒 他有去年有個報告說 iPhone SE 4 他有可能會配有一個實體的H鍵 不過從渲染圖目前看起來 沒有辦法確認 但是一定會有USB-C 第四代的iPhone SE 預計在2025年發佈 也就是在明年的春季發表會 才會正式亮相 有人就說 是不是會跟今年的秋天的iPhone 16一同亮相呢 我認為其實不一定 因為他們說 一起亮相有個好處是 可以增加銷售 但我認為iPhone 16那時候4款 其實他的銷售力道已經夠了 所以目前看起來應該是明年春天才有機會 我們看第三者 根據彭博社的報導 他說 這個月蘋果會有12款的新品 但是不會有實體的發表會 然後是會有用官網上架跟發新聞稿的形式 然後最快的本身就會登場 然後包含會有OLED面板的iPad 還有春季限定的iPhone新冊 他就指出說 其實發表會都在3到4月之間 那以往其實有一兩年 其實也都透過官網在發佈一些新品 那所以他就說 今年可能也不會有發表會的活動 但是呢 本週呢 有可能會有新的產品 會亮相 那根據綜合所有的外電 然後他說 一共會有多達11款的新品 包含了第一個就是iPad Pro 然後兩款都是搭載了M3晶片機型 有11吋跟13吋 那改用OLED的螢幕呢 當然就是色彩更鮮豔 機身會更輕薄 支援MaxF充電 那配合改版的iPad Pro 蘋果會推出一個 全新的iPad Pro的 專用巧控鍵盤 更大面積的觸控板 然後鋁質的材料 他就會讓你的iPad 更像一台筆電 中階的iPad Air呢 也會有兩款新的機型 10.9吋跟12.9吋 然後會申請到M2的晶片 然後還有功能最強的Apple Pencil 然後13吋跟15吋的MacBook Air 會換上M3晶片 支援WiFi 6E跟南亞5.3 再來就是iPhone 15 iPhone 15 Plus 會有新色 然後iPhone的原廠保護殼 也會有 然後還有Apple Watch的錶帶 也會有存機的新色 這麼多 導演 所以 可能不會有實體的存機發表會了 怎麼辦 來大家留言 有還是沒有 這樣好不好 如果 有的話幹嘛 這樣 如果有春季發表會的話 我們就 到時候拿個產品出來抽獎 實體的 我說實體 如果沒有呢 那我們就下一次見了 好不好 今天晚上一樣有影片 今天晚上跟阿輝呢 把我們 目前市場上 有在賣的 VR AR MR XR的頭盔 全系列出來 到底哪一款 最超值 你最適合 用什麼樣的 頭盔呢 我們晚上影片見 好嗎 好嗎 1 1 2 2 2 3 2 3 3 4